佛子天地游记 在等待弟子 护法天神 无奉观地菩萨旨意 特提童子 魂体上天界 于2019年3月3日节目问答中 无等职守东方殿 护法天神询问菩萨后 现告知心灵法门佛子 XXX法师 带领部分佛子诵读 白化佛法方式 不如理不如法 从后往前读 诸佛子可随自己意愿 阅读任何心灵法门佛法书籍 一门精进学习即可 聆听开示后 弟子魂体被送回阳间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2019年3月9日 答是真的 就是上个礼拜节目中 接到的电话 说有人带他们读白化佛法 从后面往前读 现在菩萨讲了 不如理不如法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294 2019年3月14日